秦晨站在彩虹桥上,感应着彩虹桥上的规则之力。 他渐渐地发现,这彩虹桥上的规则之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变化。 我来试试雷霆血脉。 秦晨念头一动,轰的一声,体内雷霆血脉释放而出,顿时秦晨立即感觉到在这彩虹桥上对自己的压迫瞬间减少了极大的部分。 原本还要艰难才能稳住的身形,变得轻松了许多。 雷霆血脉果然厉害。 秦晨大喜,这代表着彩虹桥上的规则之力,有一道是雷霆规则。 而且,自己的雷霆血脉极其可怕,能够减轻九成以上的作用。 血脉减少的阻力越多,就代表着血脉越可怕。 如果秦晨现在撒腿狂奔起来,恐怕能瞬间超过场上所有人, 甚至能够赶上之前离去的那些高级武皇们。 难怪先前慕容兵云他们一次跨上了彩虹桥就能稳住身形, 不仅仅是他们意志坚定,实力高决, 更因为他们的血脉具有十分强大的, 超越之前跨上彩虹桥诸多中旗乃至后旗武皇们的优势。 知道了这一点后,秦晨并没有撒腿就跑, 反而是念头一动,将雷霆血脉收了起来。 并且,之前感悟的那一丝法则也摒弃了, 反而却感知其他的规则。 轰的一声,顿时一股可怕的冲力起来, 将秦晨给震飞出去了,狼狈倒地。 这引来了许多人的嘲笑, 原本精于于秦晨能够轻松踏上彩虹桥的众人, 纷纷吃笑起来。 我当子子有啥能耐呢? 原来坚持了这么久,就是摔下去啊! 哎呀,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此人是什么决士天才呢? 现在看来,吓死欲的就是吓死欲的啊! 不知一提啊! 嘿嘿,在这彩虹桥上站稳这么久, 还能被轰飞出去, 甚至连一步都没走出去。 此次啊,也就这点能耐了! 众人哈哈大笑, 这些人都是眼皮子薄的人, 一边说着风凉话, 一边洋洋得意地向前。 灵异呢,也是松了一口气, 刚才真是吓死他了, 还以为秦晨的天赋惊人, 能与风雷弟子等人相比呢? 现在看来啊, 是自己想多了。 不过想想也是, 秦晨什么身份, 风雷弟子什么身份, 把两人放在一起讨论, 那就是玷污了风雷弟子。 沈少, 不用理会他们, 不过是一些风凉话而已, 我就不信, 咱们三个不能上去。 一边的叶末咬着牙道, 他和岩翅道还不曾在彩虹桥上站稳呢, 理会他们。 秦晨笑了, 他需要在意这些渣渣的眼光吗? 就好像是一头神龙, 任何蚂蚁如何挑衅, 那都不会理会的。 虽然幽千雪他们 已经踏上了彩虹桥的身处, 看不见身影。 但是, 秦晨相信, 只要自己动用雷霆血脉追赶, 肯定赶上他们并非什么难事。 他对彩虹桥本身啊, 十分有兴趣。 而后呢, 他再度踏上了彩虹桥, 试图感悟彩虹桥上的规则。 只是刚刚站稳, 还没来得及感悟多少呢? 彩虹桥上的规则便开始变化。 砰的一下, 秦晨又摔下来了。 自然而然地又引起了一片大笑之声。 果然, 失去了血脉之力, 在其他规则上我还差得远。 秦晨没有理会种人, 而是低头沉思。 彩虹桥上的规则不断地变化, 想要通过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 专心感悟弃合自身血脉, 那是一种规则。 如此是最简单的 能够很快地稳住身形 并且一步一驱地走向彩虹桥的尽头 第二种呢 在感悟出一丝基础规则之力之后啊 不停地参悟其他的属性规则 使之在自己任何规则之上都有所感悟 自然也能挡住彩虹桥的阻力 只是这样一来 难度就会比第一种提升了十倍百倍 但是却让自身的规则之力得到了蜕别 天地规则数不胜数 节通大道 我如今才武皇初起 距离五帝上远 有此良机不如多多感悟 寻找适合自己的规则之道 方式枉道啊 若是一味追求速度 只顾着踏上那片虚无大路 反而会浪费了眼前的大好机会 秦晨暗暗道 当然 他可以这么做 不代表其他人也一样 看到叶末和炎赤道 在彩虹桥上进行的十分艰难 拼命地抵抗彩虹桥上的赤力 秦晨当即就笑了起来 你们两个啊 不要去抵抗这股规则之力 而是需要去感悟 哪怕是感悟不了 也不要强行压制 以你们的修为 根本无法压制得住这股规则之力的 只有顺应才会成功 你们可以试着利用血脉之力去感应这彩虹桥上的力量 或许会有奇效 不反抗 去感悟 用血脉之力去感应吗 如果让灵异等人听到秦晨这话 必然会笑掉大牙的 你一个几次都从桥上摔下来的 连站都站不住的家伙 居然也想知道别人 这不是笑掉大牙是什么呀 可是 叶末和颜赤道却十分的心仁清晨 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 直接就释放了血脉之力 咦 还真有效啊 两人原本怎么也站不完的身躯 像是轻松了许多 而且在血脉之力的感知下 好像隐隐感知到了什么 但是仔细回想 却仿佛什么都没感知到 这就是所谓的规则之力吗 两个人来自夏思域 虽然是东域州和南华域的顶级天骄 但是毕竟见识浅显 远不如五域中的本身的天骄 若非秦晨这么提醒啊 两人恐怕还会浪费不少时间的 血脉之力催动之下 两个人的身形虽然有些摇晃 但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速度竟然比灵异等人更快一些 叶末和炎之道只是没人指点而已 纯粹的论天赋 其实并不比灵异等人弱 陈少 两人走在彩虹桥上 转过头 两个人是上来了 可是秦晨却还在不停地摔下去 一次又一次的 这让两人惊讶 不至于啊 论天赋 秦晨应该比他们指强不弱 你们两个先出发吧 我很快就赶上来 秦晨笑着了 如果其他人说这话 他们两个断然不信 可秦晨这么说 两人却是笃定至极的 当即埋头赶路 此言自然而然的 又引来了众人的嘲笑 砍上来 这小子现在连在彩虹桥上 站都站不稳 拿什么砍上来 爬吗 众人俱是暗笑不已 像是在看耍猴 秦晨自然不理会 而是仔细地感悟着 彩虹桥上的每一道规则变化 他知道 你自己的修为 想要掌握这些规则 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也没有这么想 但是全部都粗略地感悟一遍 却未必做不到的 能不能跨上这彩虹桥 他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自己能够感悟多少规则之力 领悟多少道规则 天地间的规则 千千万万 虽然没有强弱之分 但是却有深浅之别 就如同同样是奥义 空间奥义 自然凌驾在其他奥义之上 秦晨在意的是 虽然彩虹桥上无数规则变化 那么他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最强规则呢 虚致 五欲之中 便有很多的五帝 因为急于突破 当时感悟了一门并不十分适合自己的规则 导致停留在了初期五帝的境界 无法再寸进一步 想要从五帝初期突破到中期 乃至后期 需要对法则之力不断地深入地了解 因此 一开始走的道路就变得十分地重要 如果让别人知道秦晨此刻的想法 恐怕必然会震惊于他不知天高地厚 秦晨呢 不过一个刚刚突破八截的小小五皇而已 居然想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规则之力 一步登天 这不是笑话吗 哪怕是红颜五帝 这等巅峰的五皇 此刻的念头 只是感悟出一门最为简单 最容易突破的规则 而绝非是最适合自己 最强的规则 规则浩瀚 岂有挑挑挑挑挑之力 这放在别人的身上 自然是笑话 但是 对于秦晨而言 前世见过太多的五帝了 甚至 连风少羽和上官夕尔突破五帝 也是因为他的帮忙 岂能是潦草行事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不断地 赶知彩虹桥上任何一种规则之力 他不断地失败 却是毫无放弃的意思 他隐约地感觉到可行 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自信 可偏偏就是相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秦晨不知道 已经自己摔下了多少次了 此刻 眼前 哪怕是最后一个跨上彩虹桥的五皇 都已经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了 能成功地走上彩虹桥 差不多就都成功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 怎么也无法跨上彩虹桥的五皇 他们尝试了上千次后 基本已经放弃了 看到秦晨弃而不舍的尝试 一开始还不停地嘲笑 可渐渐地 却一点都嘲笑不出来了 一次次地摔下来 秦晨就好像是 怎么都不觉得疲惫一般 永远地 都会重新地坚定 再一次跨上彩虹桥 这一例 令人钦佩 可也是成为了许多人的笑柄 一个吓死欲的剑民而已 连他们都无法跨上彩虹桥 对方怎么可能呢 嗯 至于先前的叶末和炎赤道 两个人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他们想着 人呢 总会想方设法 给自己整出点优越感 一万八千零三次 秦晨突然露出了笑容 这一次 任凭彩虹桥上的规则 如何转换 他都窥然处置 毫无摔下来的意思 可以说 秦晨已经把这彩虹桥上面 能转化出来的规则 都感悟了个遍 虽然他掌握的只是 这些规则的皮毛 甚至连皮毛都撑不上 但是他却是所有人中 感悟的最完整的一个 这要是让外界的九天五帝知道了 估计眼红的会发狂吧 对于那些九天五帝们而言 自己能够感悟的规则 也就那么寥寥几种 哪怕是中期 甚至后期的武皇们 也就是几十种而已 可秦晨不可估量 虽然现在只是一些皮毛 甚至连皮毛都算不上的感悟 但是没关系 既然已经感应到了这股力量 那就等于是今后五帝的修炼道路 提前铺好了一条碎石路 而现在的秦晨 甚至才刚刚突破五皇 距离五帝还有一段距离呢 可是对于成就九天五帝 秦晨的信心 前所未有的阻 他开始大步向前 一步步如履平地 甚至到后来他飞跑了起来 甚至他身体强度 已经摸到了九天五帝的边缘了 再加上感悟上了那一丝丝的规则 彩虹桥上的压迫对他而言 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更何况 秦晨知道自己现在的修为太低了 再如何的感悟 也不会感悟到太多的 除非修为得到了突破 因此啊 还不如尽快到达彩虹桥尽头呢 所以一旦是意 他便开始狂奔了起来 搜的一下 秦晨就像是一头猎豹一般 在彩虹桥上迅速地远去了 片刻的功夫 就已经消失在了视线的尽头 你 你 你们快看 卧槽 快看那秦晨 老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彩虹桥前 很多的舞者原本已经不关注秦晨了 可是突然间看到的这一幕 全部都被秦晨的速度给惊到了 眼珠子都要爆掉了 秦晨怎么了 有人顺着众人的目光胡一看去 只看到了一道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 一记绝尘 彻底不见